因应台风来袭 游乐园也一一宣布预防性的修缘 就怕风雨强烈 游乐设施也无法运作造成危险 一只只可爱的小胡蒙探头探脑 下一秒看到工作人员把箱子打开 全都跑了进去 六府村游乐园里的动物们 比原定修缘时间提早一小时打卡下班 就是为了要备战台风山驼儿 游乐园里有不少水上游戏 就怕大雨袭来小船等设施会难以固定 工作人员赶紧绑好绳索 加强牢固措施 而随着春台22县市 纷纷宣布10月2号停班停课 许多知名乐园也随之宣布 10月2号要预防性修缘 包括新竹县的六府村 以及台中立保乐园 南投九族文化村亲近农场 云林的剑湖山世界 这当中立保乐园 则是在宣布停班课前 首个宣布修缘的游乐园 就是不希望民众冒着风雨 到游乐园来酿成意外 台风架还是得在家做好防台准备 确保自身安全 记者颜日荣新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